拍拖數月 禿頭男兒分手動殺機 大約40個PTU和重案組阿Sir 昨天下午在天水圍天水村 對開一帶進行地毯式手殺 事關前晚在這裏 拘捕了個62歲姓梁的禿頭男 懷疑她和鄭樹榮被殺單案有關 消息說做地盤工的她 老婆過了生 兒女都搬走了 整天都會光顧元朗的劉恩 是阿榮的恩客 他們幾個月前開始拍拖 警察就說懷疑因為分手動殺機 不單止阿榮的閨密地說 連她大家姐樹強和老公都說不知情 警察就根據CCTV和電話通訊記錄 拘捕人 據悉 疑犯承認 在上個星期四早早8點上門問女朋友 正正是阿榮的最後露面時間 但她就說期間吵架 被對方趕走 所以匆匆走人 否認和兇殺案有關 警察說會驗下疑犯的DNA 和勒死阿榮的槍簾繩做比對 而案發的單位就還未解封 對方拖趕走人 好 同時 十分更多 兇殺案 可惡 尊敗 尊敗